太子殿下 该不会是对太子殿下动心了吧 我确实对太子殿下心动了 殿下 殿下 我听闻京中那些贵女 都已经望眼欲穿了 还没到明日的太子妃选飞燕 我就已经瞧见几位 来咱们太子府转悠的 你若是把心思都花在书本上 她们再晃悠 也入不了你的视线 我这不是事关太子殿下的终身幸福吗 我不得不为殿下多看见 不是吗 这赵小姐 蓝星绘质 高小姐 优雅端庄 这闻小姐 各是出身武将世家 英姿萨爽 听说这骑射功夫 可谓精中一绝啊殿下 再绝也绝不过人爱 我就说嘛 殿下 你心里还是记挂这安乐姐的 那既然这样 为何 这请柬 不送给她呢 我自有考虑 若是殿下公务繁忙 温朔愿意代劳 书院备了吗 书院啊 我 那日 给院秦挡太郎 等完以后就不知道放哪儿了 去找 好 近日 韩叶自从见了帝承恩之后 便没事就来灵香楼找我倾诉中场 我这点好茶呀 都快被她喝光了 等了十年的人面目全非 她内心的惆怅在这京城中 也只能来找你倾诉了 但这韩叶不是啥 时间已久 怕是会露出破绽 她与弟子园是十年未见 并不是十天 就算那个人 与她想象当中的有些不同 她也不会气弱臂喜 只要她是弟子园 其他的一切对韩叶来说都不重要 眼看明日 就是太子的选妃宴 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又如何 还不是进不去这太子选妃宴 难道你没收到请柬 你我并肩前行 未必要以婚嫁之名 紫月 从江南回来 我便觉得你有些不对劲 你 该不会是对太子殿下动心了吧 我确实对太子殿下心动了 毕竟他是大靖的储君 是韩重远最真实的儿子 是能让我们翻盘的关键 对这样一把锋利又衬手的刀 我当然心动了 但我要提醒你 你千万不可忘了此次你回京的目的是什么 十年隐忍 一路拼杀才走到今日 到底为何来京 这一点我比谁都要清楚 所以太子选妃 必须有我 我会让世人知道 我是仁安乐 仁安乐便是弟子园 好 你放心 无论前路如何我都会陪着你 直到 直到 让这天下人都看到地势平凡的那天 只是眼下万事俱备 太子的这阵东风迟迟不来 你有什么打算 既然这风不来 那我们就只能靠自己了 我已经卓院输在城中散播消息 此外 现在京中一传得沸沸扬扬 任大人没有收到选妃宴的请柬 众人都在说 他当选太子妃 大概是无妄了 朕的这个太子啊 为了帝承恩能入住太子府 真是竭尽所能啊